大家好 今天咱谈谈俄罗斯的一个小事 那个俄罗斯媒体20日报道 北约国家派军队教官前往乌克兰培训该国士兵 但加拿大教官近日在乌克兰发生了聚集性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 而且是被乌克兰士兵传染的 由于大量乌克兰士兵拒绝接种印度生产的新冠疫苗 加拿大教官随后叫停培训活动 并表示恢复开展培训的先决条件 是乌克兰士兵必须接种新冠疫苗 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担心失去加拿大教官的支持 甚至失去外国精致援助 因此乌克兰的司令部就下令给所有参加培训的乌克兰士兵 发放虚假的疫苗接种证书 结果导致200名加拿大教官 有67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103人被隔离 因为出现聚集性感染事件 加拿大国防部领导决定终止派遣团在乌克兰工作 加拿大方面已经通过军事沟通渠道向乌克兰军方领导发出了问询 要求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 部署在乌克兰帮助训练乌克兰士兵的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新冠疫情 为了阻止疫情蔓延 加拿大军方人员分布在乌克兰的12个地点 作为统一行动的一部分 大约200名士兵被部署到乌克兰 加拿大军方以行动安全为由 不愿意透露确切的数字 但加拿大联合特遣部队 乌克兰行动指挥官表示 几个部署地点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 包括乌克兰西部亚沃里夫的战斗训练中心 之后加拿大人员已经暂停了训练行动 集中精力保护自己 部署在乌克兰的大多数加拿大士兵 在执行任务前没有接种疫苗 预计有一批新的新冠疫苗将挤达乌克兰 从4月21日开始在乌克兰各地 为加拿大士兵接种第一针疫苗 那么这个军队的负责人就说隧道尽头的曙光 据了解今年3月最新一轮的轮换的加拿大士兵 抵达乌克兰后感染的新冠 目前已经康复了 那么后边一些个新的那个加拿大士兵 应该都注射了这个新冠疫苗 应该讲可以解决这些事情了 那么这件小事说明了乌克兰是一个 应该讲从上到下都不懂得尊重纪律 你就看看现在乌克兰这件事所做的 从上到下一片片到底 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和俄罗斯打仗呢 我估计他们就是纯粹就找死 如果后期继续和俄罗斯对抗 那么后果非常严重 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